这次真的不气 行政院其实在几天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也接获了检举 为什么 全程都没有声音 也不立即的去处理 而是等到7月17号媒体爆料 13号去做这件事情 14号连他们就知道已经被检举了 到17号媒体爆料 18号才开始动起来有所回应 接下来还有一个质疑 是前立委孙大千发现的 他说有没有听说 哪一位政院高层有指示 你赶快立刻离开现场 如果你的名字一旦简报就下台 这件事情倒回来看 确实发现他的名字 政院官员曝光之后 他是不是最后只好下台 还包含这一次到底成员究竟有哪些人 是不是有相关人士 还透过屏东县议员向县政府来说情 说这个名单我们可不可以来调整一下 听说这一次的团里面有一些 蛮多建商在其中的 其实这个屏东县政府稍早之前就我刚刚讲的那段 包括监视器他们说我们他们已经在调阅当中 同时他们去审阅了那个这个民宿登记名单 然后十五个说你这个餐不用送到房间里面 我没有要在房间里面用餐的 就包括陈振文显然屏东县政府也在跟陈振文进行切割 因为陈振文到现在还在说他没有群聚用餐 他还在说他说我的朋友跟七小在吃 我没去吃我关在房间里面 他还是用这样子的说辞那屏东县政府显然今天中午的声明 已经在跟他切割了 我没有查到你有 所以我没有帮你背书的意思 另外其实我到很多朋友在讲说什么 很多建商人士是不是有在里面 这个政商关系是不是因此曝光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持续追踪 在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更多的资讯 我没有我没有内幕 那我觉得我觉得苏贞昌的 苏贞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嘛 他自己人他要护的人就是百般护短嘛 他没有要护的人他就是就是想尽办法 从鸡蛋里面挑骨头嘛 丁怡鸣年轻人要多给机会 帮他道歉三次 然后还直接让他再回到行政院上班 你意外吗 行政院南办的执行长不就是也是被他当成自己人啊 你这个我要护的这个我要护的 不然你走人你先你先避密风头 然后呢之后之后要不然你再回来 高雄市选举嘛 高雄市这么暖的城市 靠城市秦曼罩你 你又翻白啦 你又翻红啦 所以苏贞昌就是这种人啊 他要保护的人 他就是会帮他想尽一切理由 多难看多难听 护航无下线 他也会护下去 那不是他的人呢 他就给他找麻烦 问你停车位有几个啊 去视察新竹国小兴建工程 问你说旁边种什么树啊 神经病 那有什么 那是重点的吗 搞不好人家那个新竹市 新竹县的教育处长 备好了停车位 结果想说哇靠 这题应该必考吧 就没想到今天去问术 你应该跑去问陈正文啊 我这个火锅里面有没有加鹅肠 我的鹅肠咧 猪肝咧 还是这个蛋加下去可以去燥热 你有没有在拍 有拍要给红包 就像是周星驰跟吴孟达演 那个破坏之王 有没有 干脆陈正文就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去吃火锅的 我是去进行中国股权法的地狱式死亡特训 好不好 听起来就比较合理多了 大家也不会追着你 民治党就是这样玩的嘛 就是这样玩的嘛 在南部 在台南 高雄市 高雄市 这些人先在那边假震怒一番 陈正文先去避风头 等到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他再回来 他再回来 随便先塞个什么顾问 塞个什么参议 再不然他就直接再重新去选试议员 到时候等到风头过去了 大家记忆已经淡忘了 再牵起你的手 喊说师徒联手 或是这个行政院带下去加持 说难办做多少事 选票投进去之后 你的所作所为就洗白了 这就是当选过关落选被关的争议啊 就是这样子啊 他在高雄他怕你吗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到护航全实录 陈时中他在第一时间他说 并没有规定防疫期间 是不能够包动住民宿的 大家知道了 现在可以包动住民宿 那会交由地方政府调查 厘清事实 他又要政府好好的调查 而郭正亮他说 其实这样的行为 你眼看三级警戒 就已经真的快要解封了 你们大家不闷吗 刚刚聊天室里面有很多人说 难道我的孩子就不闷吗 还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呢 好真的是太白目了 而苏贞昌他的讲法他怎么说 公务员应该谨言盛行 哪怕私领域都要注意社会观感 他没做好辞职离开 希望全体公务人员以此为敬 我们有另外准备一张图 我们来看看人家开心的开趴 结果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连外送员要吃个早餐 都可能只能滴在那边 好大家你看这个画面 大家还记得吗 外送员很怕被检举 因为现在很多检举魔人 所以他只好蹲地找掩护来用餐 这照片曝光让人觉得很心疼 他也不过就是要虎口饭吃 在车内脱口罩喝水被开单六仙 这题我们就要问到专家 在车内脱口罩的开翔哥 我觉得说真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敏怨 让行政院必须灭活 那苏贞昌不然以他的个性 他如果没有要怎么样 他就硬拗啊 他就带风向让这个新闻不被注意啊 那为什么陈正文非走不可 刚好就这几个新闻 跟这个照片太震撼到民众感受 这个脱罩男啊 他是一个住在文山区的民众 然后呢在北投被北投警分局开张单 然后他什么状况 他好像是载着他的妻子吧 也就是同住家人的意思 然后在车上两个人把口罩拿下来 被警察扣扣扣敲门 敲了这个玻璃 摇下来之后两个人没戴口罩 一人罚三千 一人罚三千 然后加起来就是六千元的罚单 然后呢据说 据他口述啊 他说警察还呛他 这警察在执法的时候 是不是有呛他说这个 你在你在你拍我是不是 你反拍我我就看你一万五 可以看你一万五哦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 后来在新闻的新闻 大家去追踪之后发现说 这个这个北投托罩男 他的手机 他在反拍警方的部分 没有录到这一句 那警方的密录器 也没有录到这一句 那到底有没有 可能双方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达成这个 有点有点罗生门 但无论如何这句话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男子是坚撑这样子 可是我讲的不是 不是说有没有警察 呛他这个部分 而是这是一对同住家人 不然我们现场就来就来问李佩萱 你老公载你回家的时候 有戴口罩吗 我们都有戴啊 我就是看那个报道之后 我就我因以为戒 那你回到家之后还有戴吗 当然不会戴啊 对这就是问题啊 这就一直都是这个问题啊 你同住家人 对过去段时间 同住家人在家里面 然后你说在车上要戴口罩 在车上要戴口罩 那回去之后 大家自然把口罩拿下来 那请问你在车上戴口罩的目的何在 你可以解释 我觉得我也认同 就今天如果我是载着李佩萱回家的话 那我们 先不要 或是李佩萱载我的话 那我们两个可能互相戴起口罩 比较好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同住家人 或者是说计程车这个驾驶 然后呢 他跟这个乘客 彼此素媚平生的 那谁知道 最好是能够斩断这个之间 有可能传播链 这我当然可以接受 那同住家人呢 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说 什么地方县市首长 要跟指挥中心一起开 一个礼拜好像开个几次 这个防疫会议 第一个重大议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开车 要不要戴口罩啊 我当时就在节目里面 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 闲着没事干 当时疫情这么严峻 你讨论这个什么 这什么屁事 这个不觉得很无聊吗 这个完全就应该交给民众的素质 自己决定的 你请大家 你请大家做好防疫的 这个样子的守则 其中就包括说 尽量要戴起口罩来 戴起口罩来 然后呢 斩断病毒可能传染的路径 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去硬性规定 一个人在车上要不要戴口罩 或是说我跟我太太 我跟我小孩在车上要不要戴口罩 这会不会太无聊了 我们在车上戴 我们回家就不戴 那有那讨论这个要干嘛呢 好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 只是凸显说 我们的政府的规定如此之僵化 然后执法又欠缺弹性 结果一般的民众 就会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总是有很多的例外 跟总是有很多的情有可原 又或是情非得已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在挣扎在这个地方 都挣扎在这个地方 甚至前阵子还有 在高雄市啊 我都还看到一个新闻 高雄市卫生局跑出去耍官威 耍什么官威 他就跑去骑津的路上 然后在那边 在那边就是要 稽查没戴口罩的民众 或是说你在这个营业场所 不得这样子用餐 不得用餐的状况 其中就有一个案例 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像在骑津吧 然后就是这个 骑津 Jakob 好像是一个锁店 就是那个 骑鑿 骑印章的锁店 走进去 然后老板就坐在店面吃饭 就坐在店面吃便当 然后呢就开他罚单 又开他罚单 为什么开他罚单 因为你这是营业场所 我们台湾人的生活经验 有多少的小商家 小商店 然後他的店面就是他的住家 或是你反過來講 他的住家就是他的店面 那請問一下我在我家吃飯可不可以 這過去是個店面沒錯 但他也是我家 我在我家玻璃門關起來 在裡面吃便當 你還要衝進來要開我罰單 或是衝進來講說 叫我把口罩戴起來 那這是我家又沒有其他客人 有客人來說我戴起來 結果呢 我們的小民 我們這些草民 我們這些刁民 我們還要被跟政府在討論的事情 都是這些我的日常生活 這些這些理所當然的 又或者是說這些 這些怎麼會是一個問題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在這邊掙扎 我們在這邊糾纏 然後還要找去明代申訴 然後還不斷在這邊糾結 還要靠指揮中心施恩 這個上禮拜五陳時中不是說 可以 稍微輕鬆一下 同住家人不用 靠指揮中心施恩 夫妻同在一輛車上 才可以不要戴口罩 而且還是要喝水吃東西 才可以拿下來 你有看到有一度 有一度出現一個 那個示意圖 就是如果你是駕駛坐在這邊 然後你不能吃 然後你的鞋對面 那個位置才能夠稍微拿下來 然後兩個要分開吃 是啊 我就講說 我們小民 然後就在這些事情上面糾結 就在這些事情上面 然後搞得那麼痛苦 然後綁手綁腳的 結果呢 看看大官 滿桌的Buffet 滿桌的Buffet 然後還跟你說 住民宿沒什麼啊 問題是就不是住民宿啊 問題是那滿桌的Buffet 對啊 還要說謊騙你 然後不跟你道歉 然後不覺得自己有錯 然後就是想要 想要息事你 我先蹲後跳 所以就是說這些官啊 官啊 跟我們真的不一樣啊 你過去以為這些都是那種 什麼封建時期啊 你會在威龍闖天官啊 這種電影裡面 看到那個官的嘴臉啊 就在這個時代啊 活生生的上演啊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